娱乐圈最值得关注的无非是明星们的感情问题 只是 有关于离婚结婚还有各种绯闻 肯定会登上各大头条 但是明星欧迪就是一个例外 8月4日 男明星欧迪在社交网站上官宣离婚 原以为会是吴亦凡 林生斌分担以下热度 想都没有想 连热搜都没有上 这样的情况简直太尴尬了 欧迪应该是想不到吧 曾经的欧迪可谓是红极一时 更是天天向上之前的实力担当 但谁也没有想到 如今连离婚这样的消息 网友们都不愿意关注 可见欧迪现在的人气和名气 真的是大不如从前了 为何他会混到如此地目呢 其实这是欧迪亲自把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 从红极一时到销声匿地 欧迪原名叫欧汉生 原本可以像其他的小孩一样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但是后来因为父亲的生意失败 而导致负债累累 当时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拿去抵债 不过那也只是杯水车薪罢了 最后还钱的事情就沦落到了欧迪的身上 当时欧迪还在上学 没有了家里的资助 他也只能勤工俭学 通过自学一些才艺 在路边卖艺挣钱 有时候连顿饱饭都吃不上 那时候 模仿秀非常的流行 好在欧迪在音乐上有很多的天赋 在模仿方面可以说是唯妙没效 而且路边的表演更是让他有了丰富的经验 这也为他的成名奠定了基础 1996年 一档模仿综艺让他有了展现自己的机会 之后在比赛中 因为模仿张学友而一战成名 这也让他正式进入了娱乐圈 他与罗志祥组成了罗密欧组合 也开始在娱乐圈消有名气 但因为后来欧迪需要扶兵役 所以不得已解散了组合 不过最后 欧迪遭遇了好友和女朋友的双双背叛 让他遭受很大的打击 2003年 扶兵役结束之后的欧迪 继续走上了未付还债的道路 但那时候的娱乐圈早已经把他遗忘 更没有值得信任的人 无奈之下 在吴宗献的带领之下 开始来到大陆做起了主持的工作 后来因为多才多艺和幽默的主持方式 得到了大批观众的喜爱 为了今后有更好的发展 最终在2008年 欧迪加入了综艺节目《天天向上》 和汪涵成为了搭档 也就是在那一年 欧迪也终于还清了家中的债务 并且开启了他的综艺之路 当时《天天向上》这档节目 并不是多么的受欢迎 毕竟那时候快乐大本营才是观众的最爱 不过在汪涵和欧迪的完美配合之下 这档节目迅速地成为了最受欢迎的综艺之一 而欧迪凭借着在舞台和模仿上的天赋 加上芒果台的大力扶持 让当时的欧迪红极一时 和汪涵在《天天向上》 搭档五年之后 欧迪迎来了自己的幸福时刻 在他结婚的时候 《天天向上》不仅集体现身送上祝福 汪涵更是亲自担当婚礼主持人 可谓是给足了欧迪的面子 但是后来欧迪的做法则显得有些忘恩负义 也许感觉到仅仅一档综艺节目 已经目前满足不了自己 所以欧迪决定开始向影视圈进军 但在作品中的他 却一直展现着综艺节目中的那一套 显然观众们并不太买账 演技被无情地吐槽 随着在影视圈的吃力 而欧迪并没有想着老老实实地待在《天天向上》 在2016年《天天向上》的主持人 相继出现退出的退出 出事的出事 一时间让这个节目的收视率跌入了谷底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欧迪则选择了退出 欧迪的退出让他背上了万负义的骂名 毕竟那时候 欧迪经常出现在其他的综艺节目上 而他当时的解释是因为时间的问题 他想多陪陪家人 但现在想想 他的决定是多么的愚蠢 虽然当时欧迪非常有名气 但是离开芒果台这棵大树 他显得也非常的吃力 为了能够再次在娱乐圈站稳脚步 所以他必须另寻靠山 郭德纲的出现让欧迪看蠢了目标 毕竟现在的德云是风生水起 很多人都被郭德纲给捧红 所以他决定拜师郭德纲 顺利成为了郭德纲的徒弟之后 欧迪并没有得到力捧 毕竟他也是一个外人 郭德纲肯定会捧红自家的孩子 而且本来就是舞台上的焦点 然后穿上大褂去说相声 显然有些格格不入 这时候的欧迪就显得有些被动 后来欧迪确实有了一些资源 出演郭德纲的电影 出现在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 但是观众们却不捧场 昔日的综艺小王子 渐渐地沦入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 因为事业的急剧下滑 这不仅对欧迪是一种磨练 而且对他们的婚姻也是一种考验 二 从恩爱夫妻到陌生人 在欧迪结婚的时候 正是他事业的巅峰期 那一刻无疑是他的高光时刻 爱情事业双丰收 这是每个明星都想追求的结局 但是随着欧迪在事业上 做出的种种决定 让他的事业陷入低谷 并且需要在新的领域进行打拼 这对一个丈夫 一个父亲来说 无疑带来了一种很大的压力 而当时他们的婚姻也遭受度过质疑 有人表示欧迪在求婚的时候 根本没有一点浪漫 像是在谈生意 他们的结婚很可能是凤子成婚 直到今天 欧迪也终于做出了决定 和妻子郑云灿结束了六年的婚姻关系 虽然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但是在欧迪眼中 没有相处之道的夫妻关系 都彼此都对孩子是一种伤害 所以果断地选择离婚 以至于离婚的原因 欧迪也因为无法相处为由 用愿偶来表达他们的婚姻关系 可以看出 两人的矛盾不仅仅是性格不合 多少是和欧迪的事业有关系 如今的欧迪事业爱情纷纷离他而去 而曾经的辉煌也不再拥有 可以说明明可以在娱乐圈名利双收 但是他却把自己的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 真是可惜啊 而现在欧迪也很少出现在各大综艺节目中 德云社的演出也很少见他的身影 不知道他今后是如何打算 但希望他经过这些经历 可以让他吃些教训 毕竟选择了德云社 希望他在相声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要相信坚持一个行业走下去 肯定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好了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留言订阅